法菩提心 修菩萨心 臣菩提道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容易 那问题呢 我们真的懂得了 真的明白了 这个很重要 真懂得 真明白 这个经教就非常重要 听经读经 为什么就为这种事情 不能着急 不必求解 我们只要听 只要读 听久了 不明白的地方都明白了 念久了 不懂的地方也都全懂了 这是什么道理 这是自信 本句的功德 发而如实 从事上跟你讲 因为你的心是定 你不分心 你没有咋念 我读这一部 想想这怎么讲法 那是咋念 一直读下去 没有想法 没有看法 这就是用真心念 真心跟一切诸佛如来 感应到教 这真心 感应到教 得诸佛如来的价值 所以你不懂的 突然懂了 不会的 突然会了 你会懂的 你会了 那是什么 那是你自信的本能 是在没有障碍之下出现的 那为什么平常不信 你有咋念 你有疑虑 这些东西都是随障碍 所以随意乎 不能表现 当你一心专注 念佛 念经 听讲 一心专注的时候 自然出来 这是我们讲 小五 小五 要天天有 才好 大五 一两个月 有一次 不错 全是 沉浸 八 二 二 二 三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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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